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气氧鼠这个说 今天开始到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五了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到礼拜一 各地气温会逐日回暖 北部的高温会上看31度 中南部甚至于会到34度 可以说那就是夏天 夏天 暗时本来是可以说是冷 但是现在暗时变凉 这个晚上的低温也在明显的回升 北部啊 暗时会到20度左右 那么这个所以温差还蛮大的 空气啊 没太好 北部 新庄妙力 中部 云嘉南的空气品质 对于敏感族群不健康的人啊 现在是出色橘色等级啦 橘色的等级就是提倩力 空气不好啦 能够防范就防范 后来呢 今天去台北股是再涨 涨29点 今天去收盘 这个收益很特别 200,228 20,228 涨幅是0.14% 新高量是4958亿 4958亿 今天去外资买超22亿 投信买超32亿 自营商买超13亿 三大法人总共是买超67亿 台积电最后收盘是涨一块钱 收785块 那今天啊 这个OTC跌1.04点 收盘是251.17点 成交量是1069亿 所以加起来 这个量啊 OTC跟集中市场加起来 也是差不多6千亿左右 6千亿 那 这个台币啊 哇不得了 台币今天 重扁 1.26角 台币 重扁 1.26角 收盘是1块美金 换31.958的台币 换句话说 已经啊 到逼近32块了 贬到这个32块了 成交量啊 台北外卫市场是16.33亿的美金 外资今天是买超了22亿 照理说 应该啊会小幅升值 但是 台币重扁 1.26角到30 逼近32 而且成交量这么大 16.33亿美金 你觉得是谁下去 这个 让台币重扁呢 我猜是中央银行 我猜是中央银行 那显然中央银行不希望 这个时候的台币太强 为什么呢 也许跟日元有关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日元 其实啊 涨的美国华尔街三大指数 都改写盘中的历史新高点 那台积电的ADR 是连续啊 创下这个高点 那么涨到 这个涨了1.97% 台积电的美国纯托凭证 可是大盘在涨 00939不是刚进盘 进场第三天啊 统一台湾高息动能 00939 结果啊 刮牌15块 但是啊 第一天起 第二天就落了 落到14.99% 今天再跌 跌幅还蛮大的 跌到14.99% 跌破发行价15块 连续两天都跌破发行价 这个 这样嘛 你买的股票 他 这个金管会有 规定 他在挂牌之前啊 要公布他的40档 成分股 还有 你要买多 这个占你的成分的比例多少 结果第一大是群光 这个股价要跌了 那这个日本 日本今天啊 收盘也是涨了72点 收盘是40888点 哦 888呢 发发发 不过 盘中啊 曾经破4万1000点 来到4万1087点 也创下日本股市盘中的新高点 那 美国啊 不再 这个 涨利率了 有可能要 这个降息 今年大概会降两三次 日本呢 日本啊 这个结束了负利率 照理说 这个 日币啊 应该要回升了吧 可是日币还是扁呢 日币今天啊 是151.5 所以台币能够升吗 这个台币如果升啊 很可能啊 人在扁 台币你升 对台湾的出口很不离啊 也许跟 周边竞争国家的汇率有关 那你会问 那这个美国股市还没有跌 日本 美国利率还没有跌 那日本的利率往上涨 那为什么日元还是扁呢 这个 日本啊 第一个就是说 他如果涨 他国家的这个债务的利息啊 会增加很多 那第二个是 他也希望多出口 第三个是 美金啊 利率还是很强 所以呢 应该很多钱还是 这个放在美金的部位 那台湾啊 又创新高了 那台湾的经济怎么样呢 瑞士银行 瑞银今天宣布 已经把2024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往上调了 从多少调到多少呢 从3.1调到3.8 这调幅很大 3.1变3.8 那为什么看这么好 瑞银说啊 台湾经济去年第四季就很亮眼的成长了 那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出口 而且现在的消费也回来了 消费也回来了 所以信心啊 进一步的反弹 因为2024年 这个消费水准 这个会很不错 投资需求也会复苏 那经济成长率百分之3.8 汇率呢 汇率他们估计是31.3左右 好那说着急 我们来关心啊 今年1月跟2月 通一发票 要在下礼拜一开奖 大概都会发 一期都会三成 10张1千万的发票 那去年11月到12月 通一发票 特别奖就是1千万的 现在还有两张还没有去领 想起来想起来 有一张是在淡水的雪府路 205项 统一超商 买144块 就1千万 另外一张是在中华保盐 张水路2段31号 全家便利商店 买一部分125块 现在就有1千万 另外 这是特别奖 那另外特奖是200万的 现在还有四顶 不然今天 哎呀这是大钱啊 如果没费就没费咯 好 那因为中华银行啊 张三伯 升息半码 升息半码 劳工 都在干费过了 所以呢 把政府就纾困贷款 那要怎么样 结果今天政府宣布 因为劳工纾困贷款的利率啊 本来是2.345个百分点 百分之2.345 那现在会调升到2.47哦 好 今天啦 这个劳动部工 升 利息的负担 全部由政府补贴 这个会影响到52万位劳工 钱不多啦 但是一点这个体恤啦 另外 这个很多学生不是也有学贷吗 这有九尾部 今天说 增加的利息一样 同学们你们不要担心 教育部今天说 这个 增加的部分 由教育部来负担 由教育部来负担 好 那 另外呢 我们来看 这个 因为啊 香港用12天的时间啊 制定了香港基本法的第23条 好 那里 这个干费车呢 哦 下下丘12天哦 其实是 啊 这个 越来越严啦 那因为香港现在啊 全部都是建制派了 哦 这个议员啊 所以呢 啊 通过以后 啊 针对 啊 什么叛国啦 叛乱啦 哦 可以终身监禁 另外还有一个叫境外干预罪 哦 可以判14天 哦 而且 这个23号 哦 也就是明天啊 正式生效 明天在的生效哦 你要去香港 要洗衣哦 哦 咱国安局长说啊 你的手机里面有去批评阿京的吗 哦 那另外交通部长王国财啊 今天啊 哦 说啊 我们洗衣哦 呼吁国人 不要到香港去旅游 为什么 因为 这么严格的限制 咱有可能 都没中没地就去带到 随着嘛 没中没地带到啦 他要给你处理就给你处理了啦 哦 王国财交通部长劝大家 呼吁大家 尽量不要去香港旅游 哦 说你只会 啊 以前啊 因为苹果日报 香港的苹果日报关了嘛 你如果还握有 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 那你也算缓缓 哦 恐怖 那 这个中国网路上啊 现在流传着一个笑话 哦 什么笑话呢 就是说 美国开一百年 这种纽约变作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跟他开三年 就把新加坡变作国际金融中心了 哎 这蛮好笑的 这蛮好笑的 美国花一百年 把纽约变成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只花三年 就把新加坡变成国际金融中心 好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香港被他东方之珠啊 被他这个 关灯了 击垮了 那香港很多钱就跑到新加坡 所以中国制造了新加坡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好 那因为香港啊 如果是北京帮他制定了港版国安法 他自己又弄了一个叫反间谍法 现在呢 又推出 这个香港基本法的23条的立法 加大力度和香港的自由 要把它收拾 所以呢 香港的外资啊 不断的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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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以前啊 很多公司 特别是欧洲 美国的公司 都要设中部 亚洲总部都设在香港 因为香港很重要 说英文 然后国际的万象之都 哇 现在可没咯 说2023年啊 香港的外资 在那边设总部的 只剩下 只剩下1300家 创下11年来的新低记录 1336家啦 但是 20 这个最多的时候是2012年 有两千零 对不起 2019年有1541家 1541家 也就是说 跑掉了两百多家了 两百多家了 那 这个是 在那边设总部 说像日本有1403间 美国有1273间 英国有641间 新加坡有477间 这个 这个中国现在是在中国 现在是香港最多家 总部的公司 的这个企业 刚刚讲到香港 香港的这个民调机构 它是香港的这个 理工大学 所做的民调机构 香港民意研究所 对不起 香港民意研究所 所公布的网络民调 是这样 就是到三月初 因为香港立了这个基本法23条 那么香港特首李家超的声望 创下就任以来的新低 他的得分只有47.4分 比一月份再降7分 然后有18%的受访者 给他打零分 零分 吃零分 其实你就知道说 说实话 马英九那时候怎么做 就是他 最后还有九九% 那你就知道18%的人 几乎是两成的人 给他打零分 你就知道香港人 其实内心有多愤怒 反正民调 我又不用出名字 你又不知道是我 大家对香港是太愤怒了 而且是太不满意了 后来 那我们来看 这个中国国民党 因为陈崇文 这个中国国民党 这个议员 在台北市的三联霸的议员 陈崇文 他涉及贪污 喝花酒 出来后又串共 所以他现在已经裁定 积压进建 那这个陈崇文 有几个千万公 这个被怀疑 他在议会 叫台北市政府 他有一个标案 就是台湾智慧官网 这一家公司 这个是什么 他算要调高 那本来是说叫他 这个4.9亿 说要调到5.9亿 我最后是 也给他5亿多 一年好像够6千万 但是 签的是 25年的不平等条约 没人这样 你做市长 说郝隆斌 时代 去陷这间公司 签25年的不平等条约 结果 民进党 今天去披露 说这间公司 跟朱立伦的岳父 高育仁家族 关系匪浅 呼吁朱立伦出来面对 好咯 那跟他什么关系呢 来 今天去民进党的 吴征和卓冠廷两位 出来开记者会 说台志光这间公司 能够跟台北市政府 签2012年的孙 签25当建制光签网络 他说台志光 跟台北市政府签了一个 太上皇的合约 他拥有优先的溢价权 有这个使用权 签约金也比民间来得高 有优先溢价权 有使用权 签约金又比民间来得高 又可以签25年 二元就贴下去了 二胜贵可以够几千万一年 好咯 那卓冠廷说台志光这一家公司的大股东 叫做台通光 台通光啊 当时的股东 记忆 就是朱立伦的中人 高育仁家族百分之百持股的 欲罚投资开发 那欲罚投资开发 会监察人高婉茜 是朱立伦的太太 董事 就是欲罚投资开发的董事 高育仁是朱立伦的岳父 欲罚投资开发的董事 高师伯还有高师傅 是高育仁家族成员 就是什么 就是朱立伦的股子 欲罚投资开发的董事长 高张明鸾 是高育仁的太太 这样的关系 朱立伦你不用出来说明吗 周冠廷说 从 这个 郝农 郝文哲到蒋宛安 郝农和蒋宛安都是国民党的 朱立伦你要有台读啊 郝文哲做八年的市政 你也握有行政权 你只说那个案怪怪 请问你为什么要编预算呢 你跟谁 跟 是撒汉恶魔在妥协吗 谁和国民党议员在妥协呢 要求柯文哲讲清楚 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吴真公啊 陈聪文立伺议会 护航态度嚣张 竟然立伦要求把不愿意配合 调长预算的警察局局长拔官 得罪台志光从市府的这个预算 搬前的市府首长就会被要求开除 拔除 这样深深涉入贪腐的议员 除了被查出来户头有好几千万 不明的金流 还跟厂商去喝花酒 甚至高博了 还串供企图湮灭罪证 长已经裁定积压禁建 这个东西签的不平等条约 台志光的母公司台通光 背后跟朱立伦家族关系匪浅 为什么有这么大案的呢 为什么能够拿到这种条件呢 好 那么 这个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啊 这个放马后报 他说啊 他最好一年做市长 网路传输费用预算是4亿6 隔年蒋万安上任 送到议会的预算是5亿5 台北市政府要解释 为什么会多编9000多万的预算 但是 柯市长 你一直说 这个项杠怪怪 浩龙彬提交给 trat 你说怪怪 他们签企图5当 你做市长做8亿 你都没想办法改划 你都在配合 然后呢 現在才說什麼藍綠一起貪污 我請問你綠貪污在哪裡 好 那這個所以啊 這個今天王世堅 因為一陣子也有議員嘛 台北是議員嘛 他說啊 柯文哲你就知道 你現在你講講 哇我找出事情很嚴重 那找出事情很嚴重 你幹嘛編預算 你幹嘛要多編預算呢 這個所以啊 你可以不同意嘛 結果你把人編起來 你怎麼說議員 這個再配合 好那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來關心一下 來告一下 因為啊 現在在過美國 要選總統台選 看起來現在就是拜登跟川普拼了啦 然後啊 現在美國啊 這個好幾份民調啊 包括經濟學人 包括這個佛羅里達大學 大西洋大學 等等好幾個民調 做出來啊 是拜登小福領先 拜登小福領先 領先的幅度都在誤差範圍內 大概都是3%以來啦 就表示什麼 會說44比45啦 那不就是 這個什麼 45比47啦 就差一兩% 兩三%這樣 所以路是誰手還不知道 說實在啦 如果看起來拜登也不悲觀啦 為什麼 因為他二月份募到5300萬美金 他秋頭還有一億5000萬美金 所以現在有兩億塊 兩億塊的美金好算 但是同樣 川普啊 這個到目前募到3900多萬 看起來他募款的這個情況不是那麼好 那為什麼我說 這個拜登也不悲觀呢 因為啊 你這個 治理之下 美國的經濟算不錯啦 不錯 我們來看 聯準會啊 美國聯準會 這個 打算要上調美國的經濟成長率 說今年經濟成長率要上調 好 那除了經濟成長率之外 啊 這個 啊 利率啊 利率 因為啊 通貨膨脹嘛 所以已經上調了 那表示美國 狀況不錯嘛 啊 那現在當然他要開始往下調 啊 啊 這個本來啊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估計啊 去年12月 說美國的經濟是1.4% 好 但是現在要調到 2.1% 其實調幅很大 好 那2025年呢 說跟2026年都一樣 經濟成長率是2% 另外呢 失業率 失業率啊 12月預估只有4.1% 會下修到剩4% 好 就是說 美國經濟不錯 那經濟不錯 啊 所以 這個 啊 這個美國的 還有他的股市啊 股市都在創新高啊 啊 如果經濟不錯 欸 看起來他選 應該也不是那麼悲觀 我覺得拜登比較穩定啦 而且拜登啊 可以講說是聯合盟幫在圍堵中國 這算公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穩健的做法啦 不像 這個川普啊 單打獨鬥 單打獨鬥啊 很可能別人就離你而去 好 那 啊 這個 講到 啊 美國啊 欸 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阿基尼諾 這 我們啊 啊 這個 昨天有講 他說啊 2027年 啊 習近平啊 要在2027年之前 準備 有能力 來入侵台灣 好 有那個能力 阿基尼諾啊 這個說啊 他交的這個預算書說啊 欸 中國啊 近年來在國防預算上 增加了16% 總額超過2230億美金 一 一 當 這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這三年 中國解放軍增加了400多家的戰機 增加了20幾艘的主要戰艦 哦 另外2020年以來啊 中國的彈道飛彈跟巡弋飛彈 庫存也增加了一倍 哦 然後呢 中國軍方一直在演練 跟 對台行動相關的各種任務 哦 例如 模擬海上跟空中封鎖包圍台灣 哦 欸 這個 這個阿基里諾說啊 中國跟俄國這兩個威權國家 目前不斷發展的關係 導致當前的安全環境成為 他服役40年以來最危險 哦 而且加上俄羅斯北韓伊朗的關係不斷擴大 哦 美國應該要採取行動 那 啊 進行啊 啊 美國有一個網站 新聞網站啊 做 Softrep Softrep S-O-F-E-R-E-P 啊 說什麼啊 美台已經啟動重大軍事合作 啊 美國派出了綠扁帽特種部隊人員 台灣的民防實力進行評估 哦 確保台灣的民防組織擁有可能阻止中國入侵的小型武器 哦 這個阿基里諾說啊 國會議員啊 叫蓋茲 說如果 你有興趣 我很樂意 在機密的場合 跟你討論 哦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在公開和你討論 但輸底下我會跟你說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 應該有這個事情 台灣的民防啊 要動員啊 好 那 這個 中國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啊 五月十六 說啊 他要去太平島視察 其實我們的國安局長啊 啊 昨天已經講了 哦 就是說 不建議 哦 不建議 也不建議總統現在去 那 我覺得今天啊 這個自由時報的總編輯周景文 寫了一篇文章 哦 啊 這個標題是 請馬文君啊 坐船去 而且要真考察 哦 這篇寫得很好 哦 不要啊 假考察 哦 行 附敵之使 附敵就是說 你去配合敵人啊 哦 而且啊 你用的 哦 是用我們的 這個什麼 納稅錢呢 哦 好囉 他講的是要 馬文君啊 真考察 而不是假考察 那 什麼叫真考察呢 哦 一啊 啊 講啊 因為兩邊距離太遠了 哦 太平島到高雄港啊 有1600公里 好 剛剛啊 這個周景文寫的這個特告 要馬文君啊 去真考察 為什麼要真考察呢 就是說 高雄 高雄港到 這個 太平島 哦 距離是1600公里 你如果坐飛機 四點鐘 但是你如果坐船 一船期 哦 要三天 逃回來要三天 所以來回六港 哦 但是因為 啊 這個 馬文君的主題啊 這次 啊 要去考察的主題是 新郡碼頭 也就是新郡公的碼頭 哦 哦 這個 啊 不是考察機場的跑道 哦 所以呢 他應該要坐船去啊 哦 他應該要坐船去 那 啊 這個坐船去 啊 要坐什麼船呢 哦 他說啊 我們太平島 現在有駐 駐地人員 哦 駐軍 都是嘛 坐船 他們沒有 飛機好坐啦 哦 而且 你如果要接地去 哦 你就不要 耍官威 哦 你就坐船去 啊 坐船去 有一個好處 坐飛機 如果真的要用大雕 哦 就會 搓起來 啊 那坐船 還有一點 生還的機會 哦 那坐船要坐什麼船 坐船你就坐 現在有三種選敵 一種是一青棟的 我說巡防救難船 這比較大隻 哦 你如果扣除 勤務人員 一隻可以坐 多坐十五個人 哦 但是十五個人啊 人家是什麼 人家 啊 這個 官兵要收船 都會坐船回來了啊 你不要把他抗議哦 沒有人會抗議哦 啊 第二種是什麼 是 一百棟的 這一百棟就小隻了 哦 一百棟因為 啊 碼頭蓋好以後 我們現在這一百棟 會去常駐 哦 所以呢 你這些最好 哦 才能知道我們巡邏庭的性能 哦 但是這個純因為是比較小隻 所以扣除 勤務人員 只能夠幾個三個而已 哦 啊幾個三個 有兩個啊 要打地鋪 這最好啦 他說這考察最到位 哦 證明你不是來 切圖的 不是來度假的 哦 賴士寶說要跟他去 賴士寶這樣你就要打地鋪 哦 去三天回來 三天 總共一禮拜 啊 第三種呢 第三種是坐那個六百棟 哦 安平籍的 他說啊 這個啊 扣除勤務人員 可以給你多一四個人 哦 而且我們這個安平籍的這個六百棟的 啊 啊 這個 艦艇啊 哦 是平轉戰艦艇 什麼叫平轉戰 所以和平的時候 啊 我們就用作海巡署的 哦 啊 那是戰爭的時候 不好意思 他就是國防部的 哦 他有發 飛彈發射潮哦 哦 啊 因為林總統的委員林毅君說啊 他這一次要去保衛國家 哦 既然你要保衛國家 請你做這種平轉戰艦艇 六百噸的 哦 可以多一四個人的 哦 他說啊 你坐去的時候 坐鑽的時候去 你看富力兵會把你帶不 你看外籃會把你取離不 你看中國 是要來取離 或是要來跟你算緣 這樣啊 我們就看得出來 哦 我們就看得出來 阿公的 是騎隊友啊 看你的態度啊 哦 哦 好 講的真的是有道理啦 好 那 哦 來給大家報告 一個 很重要的 啊 這個 生活的新聞 哦 今天 台電開 電價審議會議 哦 決議 決議 這個決定了哦 平均電價 起11% 哦 但是 啊 用電的越多 啊 掉越多 哦 那所以一般的生土小民啊 因為你如果是 現在有很多人是300度以下的 哦 啊 那是 啊 你如果是住宅300度以下 小商店700度以下 你的條幅只有3% 3%哦 哦 啊 那如果是 啊 這個 這3到5%說啊 全台灣有 93%都用戶啦 佔1,250萬元 所以多數人都是只有3%而已 3%至5%哦 因為住宅300度 30度到700度 小商店700度到1500度 這都是條幅5% 所以多數人都是3%至5%哦 那3%至5%呢 說實話 電費可能一個月多幾十塊啊 或是幾百塊啦 這個很有限啦哦 那如果是用電大幅 哇 那個一年用幾十億度的 啊 不好意思 那條幅就大了 啊 調到25%左右 哦 你知道嗎 弱勢啦 客戶啦 社會福利團體啦 農業啦 漁業啦 哦 總共大概有8萬哦 這個完全不調 維持動作哦 這就照顧 艱苦人嘛 哦 好 那啊 這個剛剛啊 也講到這個 台灣的安全 因為台灣最關心的是 俄乎戰爭哦 那 美國的白宮啊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哦 他現在 秘密訪問基輔 秘密訪問烏克蘭 然後呢 啊 這個秘密訪啊 美國國會 將在本週末的之後 休會到4月8號 然後 他說 他相信眾議院啊 會把600億美金 啊 這個大概台幣一兆9000億 對烏克蘭的援助 會放行 他說啊 他們正在設法讓他通過 蘇利文啊 對烏克蘭說 你們要相信美國 我們有信心能做到 看起來好像真的有 有要過了 不然他不會 特別跑到烏克蘭去講 那烏克蘭向 蘇利文向這個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重申 美國堅定不移的支持烏克蘭自衛 啊 對抗啊 俄羅斯野蠻入侵 那 CNN啊 啊 報道說 民主黨現在是掌控 參議院 啊 那已經通過了這個 600億美金的原污法案 可是啊 眾議院是由共和黨控制 那共和共和黨的議長啊 强聲啊 不願意這個啊 案子交付全院表決 啊 可是呢 現在找到一個方法就是 什麼 就是那600億美金啊 的援助用貸款的形式要通過 强聲說啊 他不會關閉提供烏克蘭額外金援的大門 他也承諾在國會議員完成點 元旦已久的2024會計年度聯邦預算審議後 將立即審議援助烏克蘭的經費啊 好 所以啊 這個 這個太太重要了啊 這600億美金太重要了 因為這大錢嘛 倒是啊 俄國的國王部長蕭伊古 他向俄國的高階將領說 俄國啊 將在今年底前 擴軍 啊 要新增兩個軍團 啊 增加14個師 還有16個律 啊 那麼 一公啊 這些部隊 啊 所需的 啊 兵員 來自政府 招募 啊 不是 征招喔 是招募 幾十萬個 自願役的軍人 啊 聽說啊 你頂便要啊 這個增兵 哇 這堆人 比較快痠啊 比較痠 因為啊 死亡啊 傷亡率滿高的啊 好 這是俄烏 啊 新的進展啊 好 另外 這個 英國 的 外長 英國的外長 叫卡麦隆 卡麦隆之前是英國的外相 英國的首相 這卡麦隆啊 現在正在澳洲訪問 他以前比較親中 可是呢 他現在說 啊 一旦啊 一旦啊 一旦 台灣周邊啊 出現類似的封鎖 這不只對台灣 對全球經濟都會造成 徹底災難性的效應 卡麦隆說 各界都見識到 COVID-19的 疫情的災難性了 可是如果台灣被封鎖 的效應 將遠超越COVID-19 啊 所以呢 卡麦隆啊 去了澳洲了 啊 那先前他已經先到泰國了 啊 這個 顯然是印太地區 所以他 啊 應該在做些什麼事情 不過啊 啊 我覺得英國對 啊 這個中國在處理香港事件 是很軟弱的 很軟弱的 喔 你看香港 這麼齊悵 喔 港版國安法 過來是反間諜法 然後呢 現在是基本法23條 喔 可以說那些鞋子 抓到沒辦法 這樣 但是英國 又做了什麼呢 喔 所以 啊 我會說得很好聽了 喔 好 那 另外呢 是 這個日本啊 陸上自衛隊 喔 昨天 在沖繩 沖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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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首度部署 地對艦部隊 地對艦部隊 地對艦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我在陸地 沖縫 社會團 會去打 海面上的這個 軍艦 建艦 喔 好 那這個 新的反艦飛彈 飛彈連 叫做 第七地對艦 飛彈連隊 喔 好 那 另外呢 是 喔 這個 要講去台積電 台積電說 四月份 要調薪啊 喔 那 他們在主年 8% 故年 3%到5% 今年會 2%到4% 台積電的 員工薪水是 273萬7 喔 去年 去年 這是台北很好啦 喔 但是 不知道有包括分紅嗎 我相信是沒有 喔 2022年 台積電的員工分紅 是1200多億 今年 分紅是1000億左右 喔 這個是台積電 啊 這一個人 啊 上班啊 整個機會啊 應該都都很好過了喔 台積電 待遇好 不過台積電當然啦 真會到啦 喔 好 那另外啊 這個有一個最新的研究 因為台灣啊 現在已經 不只是老人化國家了 已經快要超級老人化了喔 65歲的人啊 啊 佔14% 就算老人化國家 如果佔20% 就是超級老人化國家 那我們已經快接近超級老人化了喔 喔 欸 這個衛福部公布的台灣啊 流行病學調查 全國65歲以上 失智症的盛行率高達7.99% 換句話說8% 喔 65歲以上的人 一百的就八的就失智症 喔 這比例很高耶 而且 女多於男 女多於男 年齡越高 失智的比例就越高 喔 他說這是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 很嚴峻的挑戰 喔 欸 失智症協會的秘書長說啊 其實現在最少年的失智症病人 他們 和母國是35歲 喔 35歲 那衛福部估計 喔 今年啊 65歲以上 失智症的人數 大約 35萬人 喔 到民國130年 現在是113嘛 啊 27年後 對不起 17年後 會有68萬人 失智 喔 你看社會負擔會有多重 為什麼呢 一公啊 失智症最常出現的症狀 第一個 憂慮 第二個 負面情緒 第三個 日夜顛倒 第四 作息混亂 第五 恐懼 焦慮 然後重複行為跟妄想 那一公啊 失智症類型 又以阿茲海默型的 失智症最多 喔 阿茲海默 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 失智症 另外 巴 巴金 深氏症的 失智症 會佔7.12% 喔 巴金森 阿茲海默症 一直抖 一直抖這種喔 那為什麼女性比較多呢 喔 阿 一公啊 可能 是跟 女性的荷蒙有關 喔 這個 所以女性啊 得到阿茲海默症 失智症的人 也很多耶 啊 家裡面呢 其實 欸 這個 會被拖垮 為什麼 因為要照顧很困難 第二 要花錢 喔 這個啊 真的是 很多家庭可能要有一些準備 喔 好 那麼啊 這個 另外呢 我們來看喔 欸 這個今天啊 有一個亞太地區啊 貪污的調查 喔 這是知名的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 所出版的亞洲情報 喔 2024年 亞太地區貪污觀感的評比報告 喔 喔 台灣啊 啊 白 第六名 喔 得到4.65分 喔 比2023年進步 0.32分 是優秀以來啊 台灣最好的成績 喔 欸 這個 最清潔的國家 是 新加坡 喔 現在講的是湯汙汙 第二名是澳洲 第三名是 日本 第四名是香港 第五名是歐盟 第六名 就是 台灣 喔 台灣越來越好啦 好 那 時間到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